有时候啊,你如果了解到五明之邪 已经了解五明之邪 你已经懂得五明了 五明就是所谓的医方明 就是当医师的 生明,你学的语文 生明 英明,因果,罗菊 罗菊就叫英明 生明就是你学了 English,你还要学台湾话 另外还要学西班牙语 那个叫做生明 一个医方明就是医邪 生明,英明 然后还有一个公巧明 就是基数,所的基数 你会电脑,你会修理什么东西 这公巧明 最重的内明 你是佛学,佛学是内明 这个叫五明 这个叫五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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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